局楼上,房老夫人掐紧了一旁丽娘的手臂,等着那高僧所说的,虚实得愿。 主步清了下嗓子,聊声道,无缘一笔,礼一笔是……等等。 正盯着栏楼下的卢智双目一亮,突然大叫了一声,制止了他尚未出口的一个纸子。 与此同时,另一边也响起了同样的制止声。 等一等,场地上的参比者还有将近一半的人都将目光移至了正从栏楼中突兀地跑出来的两个人影。 裹着一身披风的遗孕,被杜河扯着手穿过楼中的席位,跑到了梅楼下站着的人群边上时,才堪堪停下。 他喘着粗气,被站稳的杜河扶着,难受地趴在他肩膀上,大口地呼吸着。 裹子间内不允许纵马,有违者就算是违规了。 他们骑马到了门口时,愣是一路跑了过来。 蓝楼香郎上,李太在一月和杜河两人出现在视野中时,便停住了扣按的手指。 远胜常人的势力让他将两人过险亲密的举止,看了个一清二楚。 原本还在担忧的心,瞬间被凶闷所取代。 卢志拨开了挡路的人走到他们身边,抚着他的背脊顺气,担忧地看着他冒兜下苍白的脸色。 掌孙贤皱了下眉后,按道一声奇怪。 楼中骚动了片刻,东方又看了一眼刚刚到位置的楼客,才示意逐步再次将话喊一遍,而后道。 可有的银簪者,请上前来。 掌孙贤自然是举起了银簪向前走了两步,道。 银簪在此? 楼中众人都将注意力从匆忙赶回来的一玉和杜河身上转移到了掌孙贤身上。 书学院的学生各个面带喜色。 在参比者既献又叹地看着掌孙贤时,卢志却不以为意地拿出帕子去给一玉擦汗。 掀他头上的帽兜碍事,便解松了他颈下的袋子,伸手将那偶色袖边的帽兜摘下, 却在低头看见他略显凌乱的发际上一抹亮眼的银色时,瞳孔萎缩。 张孙贤举着银簪,在东方又审视的目光中露出自信的笑容。 接连在五院一笔之中遇上事事不顺的他,今日可谓是顺利至极。 不但看见了银玉和程晓凤的倒霉,便是不费吹灰之力地拿到了惠远方丈唯一的一道平安符。 东方又定睛看着被他举在手中的银簪,扭头对身后的八名论判,低声道, 按着那帖子上的标记,还有这个银簪为证,应使他胜。 见八人对他的判定都没有意义,他才从一旁书童的手中, 捧着的红色托盘上,拿起了那根通体七斤的礼仪木刻, 对着楼下众人示意,而后浪声道, 礼仪比试最优者,数学院长孙贤。 在他的宣判说出口之前,众人心中已经了然, 这怕是在比试前最有悬念的, 比试结束时却又最没悬念的一项了, 拿到银簪的掌孙贤,自然会是唯一的优胜者。 书学院的学生欢呼声乍起,掌孙贤带着含蓄的笑容, 正在周围人上前恭贺时, 却听一道红亮的声音在这具有扩音效果的场地一边上, 乍然响起,一时竟然压过了众人的声音。 东方先生,真正的银簪在此。 掌孙贤的笑容尚挂在脸上, 楼中的喧哗却戛然而止, 眉楼下面的人群边上一只手臂高高地举起, 在数百双眼睛移过来时, 轻轻移落,指着身旁之人的头顶。 一时间,能看清楚的人, 恶然,看不清楚却听清楚的人, 亦恶然。 论判席上的另外八人都快速地站起来, 走到栏杆边上朝下看去。 李太听着两旁官员的嘀呼声, 放在岸上的左手收回, 摩擦起拇指戒指上的青色宝石。 同许多人一样, 盯着楼下那道有别于众, 披着一身藕色的少女, 发际上那一抹在夜色和冷光下, 被显璀璨的银色。 一跃还在喘着气, 她的表情有些愣愣的, 耳边还回荡着卢氏的声音, 在她的头上, 正有一根精致小巧的簪子, 半边插入发际之中, 露出外边的另一半, 记头上分明有一朵 以假乱真的梅花出战。 长孙贤依然高举着手中的簪子, 可是在视线穿过众人, 看见一玉头上的银色后, 紧紧地握紧了千细的簪身。 在静了短暂的片刻后, 随之而来的, 既是不信于刚才欢呼声的议论声。 梅楼上九明论盼来回地看着, 那分别被举起和戴在头上的银色, 面面相去。 东方先生, 这是怎么回事啊? 您不是说只有一根簪子吗? 怎么好端端地冒出两根来了? 比起他们的惊讶, 东方又好不到哪儿去? 他很清楚, 那位有人只有一根梅形的簪子, 且被他爱惜之至。 那么眼前这两根簪子, 必有一甲。 诸位, 诸位勿躁, 勿躁。 主部很尽职地高声连喊, 勉强压下了楼中的议论声。 东方又道, 诸位, 听老夫讲, 这两根簪子数真数假, 且待我一遍。 张孙小姐, 刘小姐, 可否将银簪赞交上来? 书童将花篮从楼上放下来, 掌孙贤松开紧握的拳, 率先走上去将东西放在了篮中。 虽然生气, 但冷静下来后, 他还是放心的。 银簪可能有两根, 但平安符却不可能有多的。 不管一遇是通过什么法子拿到了簪子, 没有找到平安符, 那他就不如自己光明正大。 卢志伸手在一遇的肩上拍了拍, 换回他的神, 轻声道, 快过去。 一遇满脸疑惑地瞪着他, 几乎是咬着牙小声道, 不是不能出风头吗? 卢志挑眉回了四字, 计划有变, 而后将他轻轻朝前推去。 一遇无奈地走到先生身边, 在头顶上摸索着取下了那根 不知什么时候跑到他头上来的银簪, 放在篮中。 东方佑在先拉上来的属于掌孙贤的簪子上, 系了根红绳, 而后又拿起栏中的一遇的, 手持两根几乎一模一样的簪子, 几名论判凑近, 和他一同辨别着真假。 楼下等待结果的两人也没闲着, 掌孙贤冷声道, 卢小姐真是好本事, 在寺中跑丢了, 还能找到根银簪出来充数。 银剧烈运动, 面色红润的一遇, 正扭头找着, 说是早早就抢了匹马, 回来的成小凤人影。 一两拨千斤地回道, 比起掌孙小姐用一道平安符, 就换了根簪子, 我还差得远。 一道符总比没符好。 正在掌孙贤讥讽出生时, 楼上的东方佑轻敲了两下栏杆, 举起了一根银簪, 在众人期待的目光中沉声道, 诸位请看, 这白日看着相同的两根簪子, 在夜色里便有区别。 我右手上这根掌孙小姐带来的香较无光, 显然是真正的银质。 而我左手上卢小姐带来的这根, 虽然要更亮一些, 却显然并非是银质。 众人定睛一看, 他手上一左一右两根簪子, 果然是左手上的, 的确是在夜色和龙光中, 微微地闪烁着。 相比之下, 右手的则是暗淡无光。 本来还心有忐忑的掌孙贤, 听他这么一说, 嘴角的笑容又扬起来了, 扭头看向一旁眉头紧皱的一欲, 却不知道他皱眉是因为找不到程小凤, 而非是那根簪子的真假。 掌孙贤对着东方佑一礼, 道, 多谢先生辨别。 东方佑却眼带古怪地看着他, 轻壳一声后, 有些尴尬地继续对他道, 看, 掌孙小姐这根簪子虽是银质, 却不是老夫所要求的那根银簪, 卢小姐带来的才是。 哗的一声, 几乎所有的书学院学生, 不管三七二十一, 便欢呼了起来。 掌孙贤和一玉都是他们院的学生, 赢的是谁, 此刻对他们来说并没有什么区别。 而一些心有质疑的也不好说出口。 刚刚还面有喜色的掌孙贤猛地瞪大了眼睛, 去看他手上的两根簪子。 一玉听了他的话, 却没多少意外, 他已经想到这簪子必定是那位杨夫人在给他梳头的时候悄悄插上去的。 他对这块木刻所求的心并不高, 可他身边的掌孙贤却不一样, 五愿一笔, 没有拿到一块木刻, 对自视视着京城之中一等一的才女的他, 打击不可谓是不大。 他怎能允许这等结果出现? 东方先生! 掌孙贤失声一叫后, 众人议论声渐小, 用着不尽相同的眼神看向他, 见到他惯常冷清的脸上, 显而易见的急切和怒涩后, 还算能够理解他此刻的心情。 东方又似是知道他要说些什么。 掌孙小姐不用多疑, 老夫是不会认错的, 你那根簪子虽像, 可却不是我所要的那根, 老夫所指的银簪正是卢小姐拿来那根, 才夜色显亮的。 掌孙贤在失声一叫之后, 多年来的休养, 让他很快便收起了失态, 强压心急, 平定了一些声音, 道, 我对这簪子的真假无疑, 可对卢小姐得到这簪子的途径却有疑。 他高扬的声音在君子楼中, 格外清晰。 我有人可以作证, 那位杨夫人让我们到十祭寺去求平安符, 可惠远大师却只剩下一道平安符, 被我求得之后, 送给了杨夫人, 她才拿银簪给我。 众人可知, 惠远大师置符开光须四十九日, 她把最后一道符给了我, 又拿什么去给卢小姐? 她既没有符, 就算拿到了这针簪子, 又岂能算是剩的? 因着他的话, 众人皆是起义, 高子健很有眼色地带着那几名算学院的学生走到了长孙贤身后, 出言向东方诱证时, 他所言不虚。 卢志和杜和也走出来, 站到了一玉身边。 在众人的质疑声中, 卢志低声对心不在此的他道, 同他们解释下, 这簪子你怎么得的? 在指出一玉头上所带银簪时, 他便问了他一句话, 你得了三道平安符, 还交给杨夫人了。 得了他肯定的回答后, 他才高调出声。 一玉不顾众人的目光, 扯住卢志的衣袖, 低声道, 小凤姐还没回来。 卢志却半点也不惊讶, 都那么大的人了, 该不清楚他在做什么, 不用管他。 一玉对他这冷淡的语调, 有些不能接受, 但多少听出话里有话, 正要开口, 便听见东方诱的问询, 卢小姐可否言明, 这簪子你是怎么得的? 一玉压下心中焦急, 答道, 是杨夫人给我的。 站在长孙贤那边的高子健笑出声音, 哼, 我们这根簪子是用平安符换来的, 你那根又是怎么得的? 一玉一心顾着, 回想着程小凤, 从假装肩膀受伤开始, 便有些怪异的行为, 只是低着头, 哪有心思应付他? 杜河见他不答话便道, 卢小姐这根簪子也是用平安符换来的。 哦, 笑话, 平安符只有一个, 还被我们得了, 你又从哪里弄的? 高子健大笑两声厚道, 卢志轻声换着一玉开口, 他却陷入了沉思不语, 长孙贤见他低着头, 更加确定了心中所想, 他的三四虽真, 来路却是不正, 于是便计较道, 照杜二公子这么说, 卢小姐那单子, 难道还是用三道平安符换得不成? 一玉听着他们在一旁躁扩, 思绪时段时续的, 终是被长孙贤一句话, 扰得不耐烦了, 收了心, 抬起头, 看过去淡淡地答道, 长孙小姐真聪明, 这都能被你猜中了。 一玉看似称赞实则取笑的话, 很多人都听了出来, 看着蓝楼下面对立的双方, 不少人的眼中都露出了耐人寻味的目光。 长孙贤先前是情急之下乱了阵脚, 这会儿对一玉脸上的镇定之色有不解, 但还是坚信他拿不到福。 卢小姐, 话可不能乱讲, 慧远大师唯一的平安符给了我们, 你这么说, 是要陷他于不义吗? 他这一句话, 就是在暗指一玉有累积大师声名之嫌。 一玉凡他每次都是在关键时刻跳出来给自己添麻烦, 曾经吃过他的苦头, 在脑中一晃而过, 正想着是否要给他个教训, 灵光一现, 一时二鸟之计, 当下便成。 快速地整理了思路后, 问道, 长孙小姐未免太过自大了, 只能你求到一道福, 就不能我求了三道。 你说我献慧远大师于不义? 我且问你, 大师给了你一道福后, 可是亲口说过, 他没有别的了。 长孙贤双唇民起, 回忆起来, 慧远还真没有同他说过这样的话, 只是在给了他们一道之后, 讲了制服开光的不义。 一玉用话将他的嘴堵上, 抬头又问东方右, 先生可否告诉学生, 这里一比是, 比的是什么? 这话问出口, 听见的人都在心里想着答案, 东方右没有多想便回答, 立仪当先察言观色, 待人接物, 为人处事, 同情达理。 是极, 一玉拍了下手, 一脸赞同, 而后向对面的长孙贤等人道, 姑且不论你们是如何找到了杨夫人, 可在一笔之中, 你们可做到了东方先生上述几点。 虽是问, 却没有给他们回答的机会, 一玉在长孙贤张嘴前接着道, 我等找到帖子上所述的那位杨夫人后, 有礼在心, 是被人迎进去的, 我等并未只顾着打听她的心事, 而是留神了这位夫人的性情, 她态度温和, 言谈有礼, 给我的感觉并非是那种刻意刁难之人, 却出了一个刁难人的题目。 我当时便想过, 这位夫人必是有把握, 有人会能求到的, 才有让我们求福之举。 得了托付之后, 去求那平安福, 亦是等候了会远大师待客。 她并没有讲明三人在寺中被迷晕的遭遇。 众人皆知出家人不打狂语, 我向大师求福, 他却强调现成制服的不义, 这开光尚需四十九日的话, 想必他也同你们说过吧, 是吗, 高公子? 高子健被问道, 犹豫之后, 还是勉强点了下头。 长孙贤到底是聪明的, 听一遇讲到这里, 已经明白了一半, 知道若认他把事情说清楚, 必定会让他在学里鸣声欲起。 可又一时想不出什么话来, 应对他滴水不漏的解释, 心中烦乱, 身体也渐渐紧绷了起来。 可他却没有明说一句, 他手中已经没有福了, 我便猜想他手里还是有福的, 且刚好是三道。 一遇伸出手, 在对面几人眼中竖起了三指, 长孙贤总算是找到机会, 抢过了话头。 卢小姐是在说笑吗? 我承认你是比我们多了些心眼, 留神了杨夫人和惠远方丈之举, 可连他身上有三道符都猜得出来, 未免荒唐。 论判席上, 算学院博士小声地嘀咕, 这卢小姐是好的, 可怎么也沾上了这说大话的毛病。 尽其得不满地看了他一眼, 你怎么知道他是在说大话, 你想不到就不仅人家想到了。 算学院博士闭了嘴, 而对面的栏楼上, 李泰身边也有些官员正说出相同的话来。 这也太邪乎了, 他是能掐会算不成, 连大师有几道符都知道。 嘘, 看他怎么说。 一月见成功勾起了长孙贤来挑刺, 三根手指晃了晃又收起。 荒唐不荒唐, 因人而异。 我看出杨夫人不会刁难, 便猜他是确定慧远大师有足够的符能给我们。 为何他能确认, 只有一个解释说得过去, 那三道符本就是他事先求好的。 另有一点, 我从那查社的一名侍女的嘀咕声听到, 这位夫人中午本来是准备出门去的。 你们去看慧远大师可曾注意到他的穿着, 说,很正式,对不对? 我听守四僧人说, 他在我们之前带的客人是突然造访的。 显然他这一身正装, 不是为了那客人, 亦不是为了我们, 而是另有访客。 只是那访客却不知何故, 在我们离开前都没有到场。 茶楼中的杨夫人身于连后, 正是不想让我们知道身份。 我想那杨姓八成也是假的, 因此我们到寺中去同慧远大师提及杨夫人, 她当然不知道是谁。 若是不细心注意到我上面说的那些, 便会如同长孙小姐一样, 误以为慧远大师没有多余的福了。 可若是细心些, 将这些事情联系起来, 便不难猜到。 杨夫人和慧远大师应是好友, 她事先求了三道福, 约好今日去取。 可却因为遇上我们耽搁下来, 转而让我们帮她去取福。 不得不说, 这位夫人真是个灵力人, 她知道我们比的是什么, 如同东方先生所说, 礼仪当先, 察言观色, 待人接物, 为人处事, 通情达理。 一个简单的托付便考教了我等这些方面, 我对这位夫人当真佩服得紧。